台北股市持續的震盪 我們的標股跡象 麻花捲形態也接續的再複製 上個禮拜我們在節目上放的福利 我已經提醒大家了 升達科的教學 今天來講的話 已經得到驗證 一根漲停板表態 投資朋友你有沒有跟上呢 我的節目都講重點 我們在這一邊昨天的節目告訴大家 連續兩天的漲停板 你千萬不要追在第三天開高的所羅門 今天大家有沒有驗證了 眼前的行情 切記就要是要告訴大家 你要賺的開心 也要能賺的安心 這一邊的行情 讓我帶你一起來掌握 歡迎收看標股控盤數 我是陳俊恩Jerry 讓我帶你掌握標股節奏 與法人大戶同步布局 好的 大盤連續第二天震盪 那我相信 這一邊來講 就好是已經不斷的強調 你如果去追著美國股市的漲跌 然後看到外資又賣超了 覺得很擔心 真的 眼前這邊的行情 我們跟大家來聊 你用最單純的心態去面對這個盤 只要你好好的掌握 我們在節目上所提醒的 標股跡象 其實我這一邊 來 大盤今天下跌 關我們什麼事情 外資今天連續 第二天賣超超過100億 關我們什麼事情 我們手中又沒有台積電 又沒有那一些 外資大買的權重股 更進一步的來談 我們現在 根本沒有會員手中有 國安基金護盤的股票 我們根本不用怕 眼前這一邊的行情 就好是已經聊到了 切記 我今年2023年就是要讓你賺 所以你務必要掌握我節目的內容 還有我Lite這一邊 所提醒的重點 那我相信眼前這一邊的盤 我們已經跟大家聊到了 行情一檔接一檔 那當然 我們最近所放送的一檔 車用電子的黑馬股 已經有超過60個人猜中了 好 一檔接一檔 因為那一檔黑馬股最近也一波的 拉抬走勢了 新的一檔的車用提查的黑馬股 我這一邊 明天要持續放送 只要在我的Lite這邊 畫面上這個QR Code直接掃描 好我們明天早上的8點半 準時第一波的放送 明天的盤中12點半 我們會第二次的放送 我會把這一檔 新的車用提查的黑馬股 包含大家畫面上所看到的 這一檔 這一張的K棒 K線圖 另外我會把他的籌碼條件 也一起來做一個提示 我已經告訴你的方向了 我們其實都已經跟大家在 節目上 直接公開講明的 只要你能夠吸收我在節目上 所教導你的思維跟選股邏輯 這些股票 我們一檔接一檔 每一檔都有人跟上 那我相信 畫面上這個QR Code直接掃描 新朋友們 你最近才開始關注我的觀眾們 千萬不要錯過 因為這個一個多月以來 不斷不斷的 有粉絲們這一邊來做驗證 有人在光是這一段時間跟到了 三檔黑馬股 他光是我這一邊蓋牌放送的股票 他就賺到三檔 他真的 完完全全理解到我幹嘛去理美國股市 我幹嘛去理豹爾講什麼話 我現在只要把資金放在市場集中的地方 不要去報那個國安基金護盤的股票 不要去報那個跟大盤聯動的大型股 我這邊根本不用擔心 美國股市 我根本不用熬夜去盯著美國股市的盤 我希望越來越多的投資朋友 你要明白這件事情 畫面上這個QR Code掃描 我要讓你知道 這樣一個 賺錢的感覺 好 我們其實已經跟大家聊到了 因為這個禮拜 一度的大盤連續的創新高 很多人在問我要不要供1萬6 這個道理就跟上個月2月份 一樣 當時候很多人會怕 他馬上隨時隨地要破1萬5 當時我跟大家來聊 你與其害怕大盤破1萬5 你不如找到標股的複製模式 這個禮拜行情創新高 在15800點那一邊創新高 很多人在討論我要不要供1萬6 我還是一樣的態度 一樣的方法 不管他大盤要不要供1萬6 不供我的事 我只要掌握盤面上黑馬股變標股 他的模式 一模一樣 不斷的複製都相同 那我自然而然管他大盤要不要供 要不要破 我一檔接一檔的標股就是來複製 好來 最近我們在節目上跟大家聊到 那個標股的模式 你要注意 所謂的麻花卷 那我相信這個麻花卷的標股形態 他是不同族群不同類股 不斷在複製 來 國光生 生技股 今天漲停板對不對 我們不管 這個44塊 漲停板 44.85漲停板你要不要買 我們先看 一個季線半年線糾結一次季線半年線糾結兩次 一段的麻花卷打底後面 一段的 公式 我不管你覺得這個到底是不是第一根 我只要告訴你這樣的模式會不斷不斷在複製 而且我3月份開始在節目上跟大家來預告 雷迪克光學 今天拉出一根的長紅棒 我相信你懂得 找到盤面上面 資金會流動 往哪邊去 往哪邊集中 你會發現 季線半年線一次的糾結 兩次的糾結 往上出現一段的漲幅 前面這一段麻花卷的打底 你要知道 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開始出現麻花卷形態然後 飆出去的股票 它前面都是因為這一段的打底時間夠了 所以我從3月開始告訴大家這個麻花卷形態 慢慢的會一檔接一檔來複製 而且在不同族群的股票 剛剛一檔是生計 一檔是光學 我們上個月就跟他聊到這一檔2482的聯誼 你可以發現 他前面麻花卷的形態打底多久 後面今年開始有這一段的漲幅 其實他已經告訴我 什麼樣的股票 現在會吸引法人的資金來做靠攏 什麼樣的股票 他是打完底部的形態 我不用去研究他的財報 我不用去研究 他本益比現在是過高還是過低 我也不需要去討論說 營收EPS好不好 2476的巨詳 電子零組件 我不管他 財報怎麼樣 我只告訴大家你等到財報的利多釋放出來媒體新聞都已經告訴大家了 對那個股價都一段的漲幅了 我們已經從過年之後驗證到現在了 我在3月份多加一個麻花卷的形態而已 我告訴你一檔股票 你要找到標股 你從黑馬變標股 你不用花個一兩個小時去閱讀他的財報 去找他的本益比 連通光 我相信這一邊來講的話我們也跟他聊到 大力光身上都可以光自備的身上 你都可以看到這個麻花卷的形態 我幹嘛要花個 一張股票200多萬去買大力光 神經病 這種銅板股他不也跟大力光一樣 季線半年前一次糾結兩次糾結 麻花卷形態後面一段的創新高的飆漲 我講了有沒有道理 這一件事情這個標股跡象不斷的在盤面上複製 不斷的在盤面上來發生 連展投控 大家你可以發現 這樣的股票一次的糾結 第二次的糾結 還在起步的狀態 你最好是真的 不要害怕大盤跌 大盤下跌大盤震盪大盤不要噴 反而這種股票 他給你一個進場卡位的機會你知道嗎 難道你要真的要標起來的漲停板 你才要去追 真的 你會變韭菜 這一檔的3380的明太車用族群的股票 我相信 我在節目上聊到我的會員不是郭台銘 我的會員裡面沒有郭台銘 我不可能每一檔都買 但是我要告訴你像這類的股票 一檔接一檔再複製 我們只要看到這些股票拉起來不用追 他已經告訴我要漲什麼股票了 我幹嘛追 我只要去找到跟他有相同形態的股票 第一檔卡位後面就等著他往上拉而已 我幹嘛追股票 你想有沒有道理 我希望我這個觀念 在這一邊持續分享給大家 我要跟大家來強調這件事情 好不好 這一檔股票我們講了兩次 他還沒漲停板過 來 我相信上個禮拜的節目 我已經特別跟他 放福利 我講得明白 你有看節目的投資朋友 來 我的YouTube頻道 要按讚訂閱加分享開啟小鈴鐺 任何一段的節目影片 任何我放送的主題影片 你絕對不會錯過 上個禮拜 就上個禮拜而已 禮拜四跟禮拜五 距離現在也不過 一個禮拜 五個交易日 五天前 我在節目上 我要放福利啊 不要說 我沒有直接告訴你股票的名稱 三四九一的聲達科 我相信所有忠實觀眾 你有好好看我的節目 你看我的節目不是找名牌的 你看我的節目 你找到那個靈魂 你知道我在教你 如何在骨骸裡面釣魚 你知道我釣竿直接放在你面前 我告訴你怎麼釣 聲達科 上個禮拜的節目 就在這五天前 上個禮拜四 我在節目上提示了 今天拉一根掌停板 他給你五天的時間 你要賺這一根掌停板 五天的時間給你機會 你找到我節目的靈魂 你自然而然這一檔 聲達科這一根的掌停板 你就可以賺得到 我的持股會員20% 今天你賺這一檔的 聲達科我給你五天的時間 你可以分享到10% 一根掌停板 畫面的截圖 我的節目已經不斷不斷的強調了 他是可以讓所有人公開來驗證的 你都可以透過YouTube頻道 上面都有日期 上面都有我教學的片段 我這一邊如果要剪重播袋 真的剪不完 但是當時候我那一段的教學 你不要到最後面我剪重播袋 那你會發現一檔接一檔 你全部都錯過 好不好我這邊都講得很明白 當時我不只送一檔聲達科 今天聲達科只是 這五天來 第一個跳出來的 好不好 不就是一次的糾結 兩次的糾結嗎 花卷然後一段的漲幅 他給你五天的時間卡位 至少一根的掌停板你不會賺 那我沒辦法了 我連放福利我當時候 3月2號禮拜四的節目我都告訴你 我在放福利了 好不好 我已經講得很明白了啦 好不只是3月2號 上個禮拜五 3月3號我連續第2天 我做的那麼明顯 我雖然在節目上講我沒有辦法告訴你說 這檔股票買點跟著我會員一起買 不行啊那違法 但是我能做的 我盡我全力 你收看我的節目 你鎖定我YouTube頻道 你鎖定我Lite 我都想盡辦法讓你可以跟上來 藏到那個賺錢的滋味 前面的滑琴 一根的掌停板 我相信已經有人賺過了 那一段來講的話我相信一根掌停板送給你 我Lite就直接給你 答案就在那邊 你只要懂得往上滑 我都講那麼明白 時間日期也告訴你了 那個不會賺 我們真的沒辦法啦 上個禮拜連續兩天放送 我都已經講我在放福利了 那我也沒辦法 你又沒賺到我沒辦法 好一樣啊 因為標股的跡象是什麼 麻花捲的跡象我在節目上都教學 拿出來示範了嘛 對不對 那我會員一定在場內啊 我已經講得明白啦 我會這樣來 提示你 代表什麼 我邀請你啦 當然你 當然就是說你可能買進的價位 那個成本不會比我會員低 但是這裡來講的話 你至少可以感受一下賺錢的滋味嘛 對不對 來 那眼前這一邊的行情 我希望喔 在這個時間點 我還是最重要的一個用意 是在於說 出發點啦 是在於說 大家你務必要懂得 眼前這個時間啊 用對方吧 那個畫面的截圖 上面來講的話 他就在這個地方 不到五天嘛 而且這一邊來講的話 一根黑棒嘛 你如果相信我 你如果相信標股跡象 麻花捲形態 你如果相信 這根黑棒 非常好搭上車啊 黑棒你搭上車兩天 第二天 漲停板給你啊 你要賺10% 難嗎 我相信喔 眼前這一邊的行情啊 游標這一邊 剛剛的會員訊息嘛 2月23號在這裡嘛對不對 需要10天嗎 不需要9天啊 9個交易日啦 我邀請你搭上車啦 最好搭上車就這根黑棒 所以 我要讓你搭證明 一件事情喔 不要看到跌就害怕 不只是大盤 你不要看到跌就害怕 上個月2月份的時候 很多人看到跌 大盤隨時隨地要破1萬5 美國股市這一邊要怎麼樣 台北股市隨時隨地 可能一根長黑棒破年限 有沒有 我已經在節目上告訴大家了嘛 所以我告訴大家應對之道嘛 你與其怕大盤破1萬5 怕大盤破年限 這一邊你就是選 不怕大盤破1萬5 破年限的股票嘛 3月份漲起來也有人害怕 公1萬6了怎麼辦 我這邊股票 出不去怎麼辦 漲也怕跌也怕 你做什麼呢 我們在節目上已經聊到了 標股跡象 就這麼簡單 你資金放在對的地方 現在資金拉談什麼股票 標股跡象的股票啊 我一定換前面的股票收回資金之後才有這一段嘛 我相信眼前這一邊的行情真的 一檔股票你要賺兩成現在不是難事 難的是在於你的心理 升達科 一張我們的精英會員可以賺2.9萬 基本上我們都已經聊到了 像這類的股票 我的精英會員都是 一檔接一檔 然後一檔直接壓100萬 好不好 7張 7張的升達科 不到10天 20萬 20.3萬 我希望眼前這邊的行情 大家你要知道 你如果抱著 那個看名牌的心態 你會想不到10天20萬這麼簡單 貪婪 但你如果懂得我在這一邊是要告訴你 釣竿怎麼使用 怎麼拿釣竿來釣魚的話 你就會知道你的思考方向是什麼 我怎麼樣掌握住這個標股模式 我掌握住這個跡象出來 麻花卷 居老師告訴我麻花卷 現在資金會找這種股票 所以我有資金可以一檔壓100萬 我找到這樣的股票 我先找到這樣的股票 後面才有這個 不到10天9天就20萬可以賺 你要這樣的思考 不是說這邊來講的話 名牌 不到10天賺20萬 不是 我希望你看我的節目你要懂得 怎麼樣 找到那個收穫 有所收穫 我一定講到 你要有所收穫 因為這些都不是難事 我都事先的預告了 我事先在節目上預告 上個禮拜我直接告訴你 這個叫放福利 好不好 眼前這邊的行行 這樣的股票多不多 其實很多 一檔接一檔 每天都有 我講白點每天都有 你如果我意思是 大盤今天跌了 大盤今天外資賣超了 昨天賣超160幾億 今天又賣超120幾億 你怎麼可能賺得到錢啊 有沒有道理 你好好思考一下這件事情來 森拿科今天來講的話 我也恭喜我的十股會員 因為他們就是一檔接一檔 人家 我就講得很明白 我的精英會員他們資金夠 他們有資金 對 相信我才有辦法 一檔直接壓100萬 你知道嗎 我講白點 你想有沒有道理 一檔股票直接100萬進去 三檔股票壓進去就是300萬 五檔就是500萬 你知道嗎 他們夠相信我 知道標股跡象 抓出來 這一邊來講的話 獲利只是什麼 等他拉起來 我在前面上亮相開拍 我就帶他們出了 這檔股票 聲達科會員訊息 我直接告訴大家 列為優先逢高 獲利換股的標的 好不好目標價我們已經鎖定了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的君子之約很明白 過年之後這一個多月來 我就講我在節目上開拍亮相的 你就不要進去追了 你要思考的是下一檔的股票在哪裡 下一檔的黑馬股在哪裡 下一檔可以複製聲達科 這樣走勢漲停板創新高 不到10天可以賺20萬的股票在哪裡 你要有這樣的決心 好不好我希望眼前這一邊的行情 最好是完完全全無私在放送的 上個禮拜 我們在聲達科教學的時候 我暗示你會員是怎麼操作的時候 這樣又不明白 我都已經說我在放福利了 你非得要漲停板開盤了 我就要告訴你 對 這個福利 不就一根要送給你賺 你沒有搭上車 你這邊看節目在發單 你如果還在懷疑 那沒辦法了 因為上個月已經有滑起了 也是送一根漲停板給你 我當時候的那個節目標題沒有保留 別等新聞媒體暴利多了 所以我告訴你 記住這個標股 讓我告訴你麻花捲 下一波賺錢的機會 你記住麻花捲怎麼找 賺錢下一波的機會 他就有你 我節目的標題有沒有保留 沒有 聲達科的畫面一清二楚 今天聲達科掌停板 媒體新聞盤中 聲達科首季營運漲望家 今天爆量鎖掌停 創五個月新高 這個才叫馬後炮 你是要事先 預告來驗證的 還是說掌停板了 對營運漲望家這個財報有多好 上個月的智源 上個月的新唐不就這樣 我希望眼前這邊的行情 就好是已經告訴大家 因為這個 半導體輪動的廠寶圖 聲達科他什麼 半導體的微波元件 半導體的輪動廠寶圖 我們是一檔接一檔 我們剛才所聊的 不就是智源跟那個 新唐這兩檔股票的教訓 不就是跟聲達科一樣 我當然不要說去那個 因為我們會員也鎖定目標價 他再往上拉一到 我們就是要出 但是這邊我提醒你 我這裡面已經開牌了 上個禮拜我給你五天的時間 他給你五天的時間來卡位 一根的掌停板長紅棒 10%給你 我們會員 持股會員賺20幾% 夠意思吧 我上個禮拜的節目 禮拜四禮拜五 你自己 調YouTube頻道 好吧我不用撿重播帶 但是你如果要撿重播帶的話 到時候幾檔股票一起上 那就 好不好那就不好意思了 好不好這邊就是你 願不願意 把你的心胸敞開而已 因為一檔接一檔 聲達科從半導體輪動 一直在下來 你自己算一下幾檔了 好你自己算一下這樣幾檔了 來 我有沒有資格告訴你 這一邊 我的會員 他的資金實力如果可以去駕馭一檔 50萬以上的台積電 來 我有沒有資格告訴大家說 我不要讓我會員浪費資金 浪費時間來報台積電 我有沒有資格講這句話 我這個概念我講多久了 從過年之後講到現在 我驗證這件事情驗證到現在 上個禮拜我們在節目上預告 台積電走到後面 走到這邊它會比大盤弱了 大盤這個禮拜創新的話 台積電趴在這裡 如果我的會員 他的資金能夠駕馭 一張50萬以上的台積電 我的精英會員當然有那個能力 那我如果讓我的精英會員去報那個50幾萬的台積電 然後報一個多月 我是不是對不起他們 我有沒有資格講這一句話 時間已經驗證了 來 我相信我們在節目上已經跟大家聊到 這個時間點 時間一個多月過去 我們在節目上一檔接一檔 不要說怎麼樣 半導體就好了 因為台積電半導體的股票 半導體相關的輪動長寶圖 這邊隨隨便變三檔加起來 有沒有一倍 這邊這樣子 最近這樣新的股票開牌 加起來我們後面來講的話 有沒有一倍的機會 我已經告訴大家 我如果我的精英會員可以去駕馭一張50幾萬的股票 我讓他們去報台積電 我對不起他們 有沒有道理 這邊來講然後我希望 這一件事情 這個思考 我已經從上個月問大家問到現在了 你現在 要思考是怎麼做才是對你現在的資金最有利的選擇 尤其是這一個禮拜你慢慢要去面對的是國安基金退場的問題 我們在畫面上這個OTC貴買指數 我相信也不用多談 因為你看我YouTube頻道 忠實觀眾 我從去年講到現在 這一條紫色的均線叫年限扣底值 大盤 在年限上去之後盤多久 這個禮拜好不容易前面兩天創新高 大家我要1萬6了 大家原本攬起那個1萬6的希望 結果這兩天 又開始陷入整理了 人家OTC貴買指數理你 我已經聊到了中小型股的輪動 你可以從OTC貴買指數下去看 過完年之後 一樣 OTC貴買指數是45度角往上噴 昨天跟今天大盤沒有創新高了 OTC貴買指數持續創新高 你說市場資金放在哪裡 你說市場資金集中在什麼地方 你的股票 你的資金不移動到OTC中小型股的輪動 不然你要賺什麼 對吧 這個道理我已經一講再講了 這個禮拜相信這個話題撇出來了 國安基金在去年的8月份 總動員大復盤 大家都記得 新聞媒體在當時候也告訴大家 國安基金到底是買哪些股票15檔 我這邊就提到了 因為我們從過年之前就已經跟大家預告 權重股你要先避開 大型股你要避開 我這邊就不用去多談 台積電怎麼樣了 因為已經驗證了 貨櫃三雄 長榮陽明萬海 我這邊也不什麼批評 我已經聊到那是控盤工具 你幹嘛把你資金放在控盤工具 大盤漲起來 他可能有 一個拉抬的動作 大盤只要不漲 他鐵定 卡死在那邊 美國股市只要跌 你手中有那些控盤工具 鐵定開地一定有你的份 那你為什麼把你資金 放在他身上 這個禮拜開始 國安基金退場的新聞已經拋出來了 我不用多談 下個月 國安基金如果確認退場 因為大盤從底部翻漲起來 3000多點了嘛 國安基金有沒有互盤的必要 沒有嘛 大家你我都知道 心裡很明白嘛 這些股票怎麼辦 15檔股票 不是我發明的 這個是去年新聞媒體就已經幫大家整理出來的 你手中死報這些股票現在該怎麼辦 下個月該怎麼辦 不要說我沒提醒大家 過去每次這樣的狀態 都會有連鎖性的賣壓 所以你手中有國安基金互盤用的那些股票 切記 3月份是你黃金的換股時間 畫面上這個QR Code直接掃描 我要你 手中有這15檔股票的 這不是我發明的 這是去年早就已經 新聞媒體都已經整理出來給大家了 你畫面上這一些股票 唯一國安基金賺大錢是哪一檔創意 3443 其他 我相信 你看著國安基金互盤你就去買他報他的到現在 隨便三檔加起來你的資金有翻倍嗎沒有啊 很明白嘛 不用那騙不了人除非你是買創意 可是 除了創意之外你其他死報到現在的話 不可能翻倍不會翻倍 不會有這件事情 我相信這個 挑明的事實在大家面前 不需要我多講 所以我希望眼前這個時刻 3月份很關鍵 報對股票 對你來講很重要 下個月 我不希望那個 行情如果出現一些的波動 你手中還有國安基金互盤用的股票 好不好 我最近來講的話已經告訴大家了 你手中有聯電的投資朋友 我們的新的VIP 菁英會員 一對一清貸 我都已經告訴他們 你要趁著聯電 他這一檔股票往上拉的過程 你要懂得收回資金 我們已經在做這件事情了 我們收回了資金 就是幹嘛 就是要找這個 我講多久 3月開始預告 才幾天 幾檔股票標起來了 盤面上你如果看拉漲停板的股票 一半以上都是麻花捲形態 一半以上 不同族群 不同類股 我這邊已經講了 雖然我可以跟你 分享麻花捲的形態 但是我的會員裡面 沒有郭台銘 我沒有辦法每個類股 每一檔股票都用 昨天我們特別聊到一檔麻花捲 而且開牌的車用股 2359所龍門 我們昨天怎麼講的 今天完完全全驗證 第三天 大漲長紅 第三天 漲停板 第三個交易日 因為昨天是 連續第二根漲停板 你第三天開高你追追看 我昨天節目怎麼講的 因為是昨天的節目 你可以YouTube頻道來講的話自己搜尋 昨天 昨天而已啦 我們的會員36%今天早上獲利 我相信昨天的節目內容 你都可以在YouTube頻道自己去找 因為我節目的標題就直接告訴你 我之所以會所羅門 第二根漲停板過往大概一根嘛 你如果記得的話我們前面 到第二根漲停板藏紅才開牌的叫今夜6411 所羅門跟他一樣 都是車用題材的個股 當時候 昨天 所羅門連續兩根要注意 這個 沒有保留 所以昨天的節目內容有看的投資朋友就是有看有保佑 好不好 早上9點06分 那個大家你可以看到 這是改價 37塊 亭利出清 好不好 改價 大家可以看得到 好那這邊來講的話為什麼改價對因為我們一開始也是掛漲停板 一開 一開盤 沒有多久我們是掛漲停板 後面發現 他拉的那個有點開始震了我直接改價 37塊不用漲停板多的都給他 我已經聊到嘛第三天拉高是要賣的 我昨天節目講得很清楚 所以我直接執行9點06分你就會看多緊急 開盤前掛漲停板 我那個不對 開高是要拉起來有一點丟堵的感覺 對我直接因為我要收回資金 講白一點 今天這個所羅門我們早上獲利出清 全部賣掉 賣37塊 那個所羅門今天最高 37.75 0.75元我直接送他 不要 我們今天鎖定一檔新的車用族群的黑馬股 好不好 我相信昨天節目有看的朋友 就等於說有保佑啦 好不好 因為這邊來講我相信 看起來像這樣漲停板 你如果試駕去追追看 是不是被當韭菜 我昨天怎麼講的 我相信這邊來講因為那個時間 我花了一定的時間跟大家來聊這件事情 我為什麼有資格跟大家來預告這件事情 昨天節目講得非常明白 去年我們賺過他的錢 我當然了解他的屬性 就三根嘛 多了我給他了啦 我已經講白了嘛 那個這一邊來講的話 我收回的資金就是有新的標股 那這邊我希望這一段話大家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大家可以好好想一下我的節目 他要給你的是什麼 很重要的操作觀念 好不好 那我相信 所羅門 37塊 我們在9.06分改價 我相信這一邊 很好賣啦 很好賣啦 好不好大家可以看到 好不好我就直接講我們早上是用逃的方式啦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30張 28張 50張 102張 裡面有大部分都是我精英會員早上丟出去的 我管他 多了給他了 雜必數 沒關係 我先走 你要給你 好不好 我講得很明白 因為我們 多少錢買的 27塊2 那個會員訊息 那個會員訊息早就已經公開了3月1號 今天幾月幾號 我相信這邊一樣 如果一檔股票 來 一檔股票他有機會 短期的 不到10個交易日 讓你可以在這一邊完完整整的把握 我相信眼前這一個時間點甚至就是說我們也有下一檔新的股票 其實在這一邊來講的話何必執著 何必執著啊 1234567 對吧 3月1號的游標在這裡 那我們就是 不用執著 37塊 多的 送給你們 好不好 那當然啦這邊來講的話36% 那當然這檔對我的 菁英會員來講的話是短期操作 那 30張 30張 我的菁英會員來講的話一個人最多30張 其他有15張20張26張30張不等 好這檔股票 他們的成本壓不到100萬 好那因為是短期操作 因為我要鎖定的是那個空窗期鎖定的另外一檔股票 那我希望這一邊來講我們鎖定的另外一檔股票 我這一邊 也跟 那個你如果手中的資金可以鎖喻150塊以上股價的投資朋友 可以不妨鎖定我的LINE好不好 畫面左下角QR Code 或者是那個LINE ID 小老鼠 GoReach 55688 小老鼠 GORSH 55688 因為這一檔 超過150塊的車用黑馬股 我們今天是賣掉索羅門 賺 29萬 最高賺29萬 這一檔 不到10天 3月1號到現在 到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好不好 那下一檔我就是我講很白 我就是鎖定另外一檔 我收回資金就是要慢慢的勤出來 放到另外一檔 超過150塊的 車用族群的黑馬股 如果你這一邊可以鎖喻150塊以上股價的投資朋友 歡迎你一起來參與 好不好 畫面上左下角 小老鼠GoReach 55688 小老鼠GORSH 55688 歡迎你一起來參與好不好 來 我相信眼前這個時間點 這一邊來講 就好是已經足以跟大家來聊到 很多時候選對股票 你根本不需要理大盤 大盤這一段時間以來 說穿了 500點上下的漲幅 500點上下來回洗來洗去 你如果 按照操作期貨的 擔心受怕 真的冤枉了 很多投資朋友明明是操作股票的 結果他這一邊看著大盤的漲跌去思考股票 我覺得好可惜 我希望這一句話 我讓你明白 讓我帶你 賺得安心也賺得開心 好不好 因為賺錢很開心 但是 很多時候我希望 由我來帶領你 我告訴你 這個標股跡象已經形成了 我告訴你 法人在這邊有吃貨 所以 那個上衝下血的過程 你千萬不要害怕 很多投資朋友因為害怕 原本對的股票 他被請出場 被他請出場 因為我發現很多投資朋友 他都在打底的過程 股票這邊明明後面會飆 但是他看不出來 他就因為那個美國股市漲漲跌跌 他就因為聯組會包而 反反覆覆 結果怎麼樣被請出場了 一檔接一檔往上飆多可惜 我覺得很可惜 好不好 畫面上QR Code直接掃描 加入我的LINE 我們在節目一開始已經告訴大家 有一檔 新的 車用電子的黑馬股 這個明天早上 8點半 我會第一波放送 明天盤中12點半 我會第二波放送 所以你現在來講的話 新的觀眾朋友 你都來得及 你都來得及 但我希望說眼前這個時間點 你務必要懂得 我在節目上已經告訴大家 吊桿怎麼來運用了 明天我把那個K線圖給大家 我會附帶他的籌碼條件 所以我們這一邊是技術籌碼 酸管齊下的 族群的輪動我講得很明白 當然剛剛我賣掉那一個 所羅門 資金要去 集中的一檔新的超過150塊以上的 車用的黑馬股 這邊來講我歡迎你一樣 掃描QR Code 那這邊你資金可以駕馭的投資朋友 LINE直接掃描加入我LINE 直接畫下讓我看到你 好不好因為資金不一樣 兩檔不同的股票 那另外一檔來講我要放送的 他是 就是這邊 不到100塊 很好駕馭啦 那我希望就是說你資金部位 可以駕馭超過150塊以上的投資朋友 你這邊不妨 讓我看到你這樣子 好不好因為 本來這一邊資金的輪動我們講得很明白 你想想看 從全新儀頂台辦到所羅門 我每一檔都公開 我都告訴你那個選股的跡象 那一個標股跡象選股邏輯是什麼了 我希望在這一邊你還在問儀頂 因為今天儀頂創新高啦 我這邊節目已經告訴大家 儀頂我們在節目上已經告訴大家鎖定了 獲利目標價了 你不要去想儀頂 我在節目上已經開牌了 我的君子之約就是 我在節目上開牌 告訴你的股票 甚至他已經漲停板過的股票 你就不要買了 這個紀律你把它守住 這邊的一切平安 你不會追高 我節目絕對不會把你當作出貨對象 我不會把你當韭菜 只要你把我們之間我在節目上的約定 好好的遵守 你有賺錢的機會 好不好 這邊台辦 我們在節目上也硬告訴大家 我們早就鎖定了目標價了 我既然開牌了 你就不要再想了 因為那個一到就是 我們要獲利出清了 好不好 那 榮鋼 風店主權的股票 我們在節目上也已經重複的強調了 不要看我的節目 去買50塊的榮鋼好不好 不要忘記前面的教訓 我們都驗證過 智元跟新唐這兩檔股票是最多人有回響的 所以我在節目上告訴大家 來 你不要買那個超過190塊的智元 不要買那個200塊的智元 我相信 今天智元 老師又回到那個 看到200塊了 他現在有194 我們是在這邊賣 中間那時候多久 一個月的時間 我換了多少股票 我多賺幾檔股票 我管他智元 要不要上200 有沒有道理 好好思考一下 新唐這一檔個股 因為他跟智元一樣 也是什麼 第二多人 他60幾個 超過60幾個 智元破百 來 新唐 對 那個2月8號那邊我賣在150塊以上 對他後面還有新的高田 對但我管他 一個月的時間我換了多少股票 中間我們在這邊輪動換了多少股票來公開讓大家驗證 所以眼前這邊的行情切記 來 一檔接一檔的標股 我們都已經告訴大家 吊桿怎麼來運用了 這邊我只告訴你 要不要跟上新的股票來賺錢 黑馬股我已經鎖定了 風電族群 你不要去想中興電 中興電我去年能賺到他的錢 用他的選股邏輯 我在選到的那個榮鋼 我有沒有能力 在下一檔的風電股 我這一邊帶你一起來掌握 好不好 那這邊來講的話 最後面的呼籲 現在還三月初 568我們專門 針對投信的黑馬股來卡位 你不要等到月底 月底新聞媒體都告訴你投信任養什麼股票 就來不及了 投信任養的股票被大公開之後 那是賣股票的時機 不是你跳進去買 切記 把Gio老師的提醒 放在心裡面 你可以平平安在股票市場賺到錢 祝福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請 同志朋友 喜歡Gio老師的節目嗎 如果對你有幫助 歡迎大家 記得 訂閱 按讚 加分享 加入最好吃的LINE AID粉絲團 小老鼠Goish 55688 小老鼠Goish 55688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